汶川地震一转眼已经过去13年 直到现在 它依然是一个令国人很心痛的话题 因为失去的不仅仅是几万个同胞的生命 同时 这场救援行动 相当于我们中国军人的第二次长征 无数人见证了这场特大灾难 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筑起了生命通道 涌现了大批先进模范 出现了无数的感人事迹 虽然当时年少 但那些震撼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地震来临之前 生活一如往常 任书记刚跟年迈的母亲约定好今晚回家吃饭 史老师刚拿到结婚请假批准 学生们正准备回去上课 可地震来了 一切的美好定格在下午14点28分 岔内间 地洞山摇 山崩地裂 无数山石滚落 楼房崩塌 一座座大桥断裂 很多人被巨大的山体滑坡当场掩盖 学生们拼了命地往外跑 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尖叫声 可天灾无情 一位老师看见房顶来看 他立即将身边的学生护下 下一秒 房顶就直接砸了下来 地震过后 幸存的人们惊恐地望向四周 那曾经无比熟悉的家园 短短的两分钟就变成了废墟 那曾经安静祥和的场面 也已经不复存在 到处都是废墟下传来的哀嚎声与求救声 遍地都是幸存者寻找亲人的交际场面 任书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与此同时 远处的深山之中 一支参加演习的部队被滚落的巨石挡住去路 强烈的地震损坏了他们的通讯设备 令他们与上级失去联系 旅长心知肚明 这么大的地震足以摧毁一座城市 没有时间等上级止射 他果断终止任务 改道去往樱川救援 同志部队 把他冲发 救出最近的樱川 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命令啊 地震就是命令 想救生命 就是命令 放弃车量 同步前进 就这啪要爬到樱川去 这三谋 你通过下去 留下一部分人 看好装备 继续跟上级联络以外 剩下的人 带上敲 告诉 前进你 还有灭和戏 反正一切能够用于救人的东西 另一边 在地震过后 四川军区锁定了阵中位于汶川 初步测定地震等级为理事7.8级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行动起来 陆军 海军医疗队 空军全部紧急集合赶复灾区 其他军区同样派出了先前部队 同时 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和救援队伍 也开始迅速集结 所有人都赶往同一个方向 汶川 天灾无情 人有情 这一刻 全国人民守望相助 一场规模庞大的救援行动 正迅速展开 一名战士朝着远处默默跪了下去 旅长看见后勃然大怒 搞什么名堂 男儿旗下有黄金 更何况他是个军人的 让他跪吧 我们刚刚路过的地方 就是徐里的家乡 巨大的山地滑坡 把他们整个村子都给埋上了 旅长健壮并没有说什么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他感同身受 只是默默地走到战士的身边 顺着他的方向也跪了下去 没有过多的言语 更多的是对那些侍者无声的哀悼 这是一支离灾区最近的部队 在参加完演习回营的路上 突然遇到了地震 旅长果断终止任务 改道前往镇中硬川救援 巨石堵住去路 他们便放下装备徒步前行 从凌晨到午夜 这支急行军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 遇到陡峭的巨石 他们便徒手攀登 时间就是生命 这句话在此刻显得愈发紧急 可不久他们便遇到了麻烦 地震毁掉了大桥 绕山路太远 为了节约时间 旅长决定走水路过去 但是冲锋舟数量有限 只能让一部分人先过去 可此时余震不断 周边山体碎石不断滑落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战士们全都沉默着 没有豪言壮理 但是谁也不甘落后 队伍很快集结完毕 旅长一马当先 跳上了冲锋舟 他们顶着暴雨 攀着湿滑的山石 冒着滚落山崖的危险 一刻不停地向灾区进发 一位母亲看着自己孩子 被埋在地下却无能为力 绝望的气息笼罩在这片大地上 男人无意识地望向远处 可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期待着什么 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面红旗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赶紧擦了擦眼镜 红旗越来越近 后面是无数军装的身影 解放军 解放军来了 解放军来了 看到解放军的那一刻 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 孩子的命有救了 亲人的命有救了 他们没有被抛弃 年轻的战士们没有丝毫停留 他们飞升而上 直奔废墟 救人的效率大大提高 一个废墟里传来了微弱的呼喊声 战士们挖开一看 惨烈的场面令人肃然起敬 一位老师在房子垮塌前 死死地护住了几个孩子 他硬是用那单薄的身体 扛住了一大块水泥板 孩子们安然无恙 可老师早就没了呼吸 所有人都为之动用 可想要救出孩子并不容易 这个老师护着学生的胳膊 过于僵硬 又被罗伯压去 要想救孩子 就只能破坏一体了 怎么破坏 只有用电剧去开 现场没有人下的去手 旅长也不忍心这么做 此时另一位老师站了出来 别耽误了 拒吧 救孩子要请 好吧 尽管通知死者家属吧 张老师的妻子和孩子 也都遇难了 署长 我想这也是张老师的心愿 再来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发生了强度达到八级的特大地震 威力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 破坏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 受灾人数超过3000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 在地震灾区有一处特殊的目的 埋葬的都是学生 由于死者还被掩埋在深深的废墟下 没有找到遗体 红砖上只有名字和一只千纸鹤 放眼望去 像这样的红砖 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山岗 一名士兵在一个名字前轻轻放下士兵证 就在不久前 搜救人员在应川中学发现了生命迹象 打开水泥板后 战士们蜂拥而上 迅速清理掉周围的瓦砾 发现里面有人 战士田也立即挤进缝隙救人 缝里全是乱石钢筋 一只小手无力地搭在石板上 探头一看 一个女孩被埋在底下 虚弱地叫她 天皇君叔叔 就在这时 余震来了 地面突然开始晃动 残破的大楼摇摇欲坠 不远处 指挥员马上吹哨 所有战士都跑到一旁避险 洞口的战友们焦急喊她出来 可她看着眼前的孩子动不了 她果断扑了上去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坦塌的石块 救了那个女孩 而她却牺牲了 在汶川地震中 这样的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某空降部队的十五勇士 他们在五千米高空纵身一跃 扑向了苍茫大地 在无地面指挥引导 无地面标志 无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成功着陆 在创造空降史上奇迹的同时 也给孤岛里处于绝望的灾区人民 重新点燃了新的希望 自汶川地震发生以来 我们注视的目光 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我们为遇难的数万生命深深哀悼 为失去家园的灾区同胞深深祈祷 为那些奋战在灾区的救援人员 以及那些知名不知名的捐赠者深深感动 我们为家园被毁和亲人离去而流泪 为同胞的勇气和中华民族的团结而流泪 为灾难中爱的伟大和人性的光辉而流泪 泪水之外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坚毅而不屈的几 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伤害 收获的是一个民族的荣耀 中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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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加油